八王之乱 司马炎死后 他的儿子司马中继位当皇帝 就是晋慧帝 司马中九岁被立为太子 在皇宫里长大 从小过着极其奢侈的生活 管理国家治理天下 对他来说就像天方夜谭 有一年夏天 刚刚几位不久的司马中 带了一帮随从到华陵园去玩 当时刚下过雨 池塘里一片咕咕呱呱呱青蛙的叫声 司马中从来没有听过这种声音 他绕着池塘听了一圈 觉得很奇怪 是什么东西不知疲倦的叫得这样欢呢 他问随从的人 这些咕呱乱叫的东西是官家的还是私家的 随从顺口答道 在官家地里叫的是官家的 在私家地里叫的就是私家的 司马中连连连点头 表示总算弄明白 有一天上朝 大臣报告 大臣报告许长一带灾荒严重 老百姓没有饭吃 树皮草根都被吃光了 到处到处都有饿死的人 真笨 满朝文武面面相续 无话可说 静汉地如此愚蠢糊涂 太为杨俊就钻起拳来 杨俊是静武帝司马延的岳父 掌管着国家军政大权 静汇地司马中的皇后贾南丰 是个权欲很强的女人 不甘心杨俊一帮人掌握朝政大权 就利用静朝宗室的力量来对付杨俊等人 所谓静朝宗室就是皇帝的本家 姓司马的那一帮皇族 早在静武帝司马延夺的天下时 为了保住司马王朝代代相传 学周朝天子一样 把自己的兄弟子侄都封了王 叫他们像群星拱月一样来拱位皇帝 当时分封的王有二十七个制度 其中势力较大的 由楚王司马尾 汝南王司马亮 赵王司马伦 齐王司马炯 成都王司马颖 河坚王司马庸 长沙王司马懿 东海王司马越等八个王 公元二百九十一年 贾皇后命令司马尾带兵入朝 杀了杨俊 灭了杨俊的三族 还杀了杨太后 杨俊一死 贾后请汝南王司马亮来辅政 司马亮也是个喜欢抓权的人 他不愿意做贾皇后的傀儡 就和贾皇后产生了矛盾 于是贾皇后让晋贵帝派司马尾去杀司马亮 等杀了司马亮以后 贾后又叫贵帝否认这件事 反而说司马尾假传圣旨 把司马尾也杀了 这样八个王被除掉了两个 贾后就夺得了全部大权 可是贾皇后没有生儿子 她怕大权还要旁路 就假装怀孕 暗地里把妹夫寒寿的儿子抱来 当作自己的儿子 有了这个抱来的儿子 贾后就废掉了原来的太子 并且派人把太子堵死 立自己的儿子做了太子 这个消息传出去后 宗室群情激愤 都说贾皇后想篡夺司马氏的天下 就起来反对贾皇后 赵王司马伦 借口贾皇后废杀太子 带兵入朝杀死贾皇后 接着她又废掉惠帝 自己称帝 其他几个王 见赵王司马伦篡夺了皇位 纷纷起兵讨伐 讨伐中 他们相互利用 相互猜疑 相互攻打 轮番攻入洛阳掌权 一直到公元307年 八个王在相互残杀中 死了七个 这场宗室混战 才告结束 历史上 把这场混战 叫做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 长达十六年 套进了西晋王朝的兵力和财力 加速了西晋王朝的灭亡 这场宗室